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问他妈妈你是否想念爸爸呢 然后他就说我看见你在一间房里面 那里有两个指示牌 一个是不能进入 另一个是不能离开 他说的是多么有智慧的说话 他正好说明了妈妈的心境 妈妈问他你爱妈妈有多少啊 他说每一个一爱一个二 每一只蜜爱一只鞋 每一只羊粥爱一个蛋糕 而我爱你充满同真又感人 手牵手做个读书人 手牵手做个读书人 一分钟阅读 主持 李儿 制作 陈彦彤 在《好爸爸忘不了》这本同书当中 九岁的朱家瑜写了一篇文章 叫做《爸爸不在的人子》 特别让人感动 他这样写 这个世界无人永远活着 人们一个一个这样衰老死去 有些人因定去世 有些人只是自然死亡 有些人就会遇上得幸丧生 爸爸因为说想非典型肺炎 离开世界 我和妈妈妹妹三个人都相依相靠 有时候我们会碰念爸爸就会哭起来 但是我们知道要放开让事情过去 幸好我们交到很多好朋友 即使没有爸爸在身边 日子都比较容易过 当我们知道不需要单独地面对世界 心里面感到很安慰 虽然一到晚上 妈妈就会哭 但是他现在哭少了 不过如果他不再哭 我就会开心得多了 虽然爸爸离开 我们仍然会想起他 想起和他玩 想起和他聊天 和他分享 和他相亲相爱的日子 是深深的思念 我已经哭得没有以前那么多了 事实上 我现在简直是没有哭 不是因为我不爱爸爸 只不过 如果我再哭 就会惹哭了妈妈了 日间 我会做些事 叫自己分散主意力 不要去回想往事 因为我明白 如果我不断地想念 只是想念爸爸 就会永远活在痛苦之中 到现在为止 我这个想法非常之得 有时我甚至会忘记了 爸爸已经不在 但是我想这个方法 用在妈妈身上就走不通了 他和爸爸一起生活太久了 要他放开实在很困难 爸爸的确已经离去 我想我想将他好好地收藏 在我回忆之中 但是我做不到 我意思是说 我记不起他的声音了 我只是记得他是一个好爸爸 多么可爱 又多么懂事的小女孩 文章写得这么真实 又这么动人 这本书是突破机构出的 书的全部收入 将会搏入 这两个女孩的教育基金 首牵手做个读书人 一分钟阅读 主持李怡 制作陈彦彤 《紫牛》 是紫色的牛 这是去年美国出版的一本 关于行销方面的暢销书 它只是很薄的一本 但是造成很大的崩洞 去年十月底 这本书出了中文版 紫牛的作者是蔡司高丁 紫牛的意思 在一群羽牛之中 创造一只紫色的牛 就一定会吸引大众的目光 紫牛意味着 产品的创新 传统的行销方法 有所谓四批 Product Pricing Promotion Positioning 即是产品 价格 宣传 地位 后来又加上其他几个批 就是包装 明星 承诺等等 但是高丁指出 最重要的还是创新 要让产品成为产品当中的紫牛 才可以与众不同 出雷不水 不需要消耗庞大的广告成本 自己可以占领市场 因为创意就像病毒一样 可以带来广泛的传言 通过口意相传 而造成民众的热烈追随 但是如何创造紫牛呢? 高丁认为 要改变传统依赖媒体宣传的行销方法 将以前用在制作广告 购买广告的高额成本 投资在设计制造紫牛产品 一旦产品成为紫牛 就会进而开展一场高效率的 好像病毒那样的行销 但是在紫牛进入市场 并且被市场接受之后 又会漸漸进入半需期 企业为了维持职效 不下跌 就要持续改良紫牛 提供充足的养分 维养紫牛 它认为 这是未来行销人员应该走的路 人们想要紫牛 是因为人们厌惡了平凡舞趣 厌倦了沉满伐味 所以紫牛能够令人眼前一亮 首牵手做个读书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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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那里有一个姓院的资业 就雇用了一个名叫吴东明的石像 吴石像和他的班子开始打木桩入河的繁重工作 据说他们需要将活人的姓名写在纸片上面 贴在木桩上面 这样就会被大锤撞击添加某种精神力量 当事人叫这叫叫云 凡真是个名字被写在纸片上的人 据说他们的精气就会被偷了去 不是病就是死 这是公元1768年中国悲剧性近代的前夕 但是就是清代历经顺治康熙雍正三代之后 肩龙的盛世时代 正是在这样的盛极而开始转衰的时代 某种带有如是性质的精箭蔓延在中国社会 这种精箭就被称为叫云的妖术 在华夏大地盘门 据说 蜀士们如果对某人的名字 无法或者衣物作法 以至令他们发病以至死去 而死者的灵魂就会被蜀士再所用 让他们可以继续偷取下一个人灵魂的精气 这个当然是谣言 但是谣言就这样迅速扩散 影响到十二个大省份的社会生活 从农夫的茅舍到帝王的宫廷都受波及 谣言好像狂波巨浪 上至皇帝 下至黑衣都卷入恐慌的漩温当中 谣言作为某种习族 或者跟中国迷信当中用钉 钉着某一个人的生神八字来害他 或者打小人之类相似 或者不值得深入去研究 但是美国有一个著名的汉学家 叫做Philip Cohn 他的中文名叫做孔福礼 就写了一本书 书名叫做《叫云》 副题是《乾隆盛世的妖术大恐慌》 透过这场风波 从不同的角度去观察当时的社会 亦都从这件事让我们看到中国历史的真相 首牵手做个读书人 《一分钟阅读》 主持 李怡 制作 陈彦彤 《跳云》这本书的作者孔福礼 是学富五车的美国韩学家 他在1964年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 是著名的肺正清教授的高足 1977年肺正清从哈佛退休之后 孔福礼就回到哈佛接替肺正清的维决 一直到现在 在《叫云》这本书里面 他付着所引的内文各节的出处和参考文献 就占了一百年 是全书的四分之一 《叫云》这本书的精彩之处 除了生动那样 技术与叫云有关的种种事端之外 更重要的是 详述《乾隆》对于这种妖术的处理 当这种妖术的传闻 去到乾隆的耳中的时候 他不仅考虑到 妖术流言所引起的社会动乱 还因为削法替边是清初以来的国策 多义菌甚至实行 留头不留法、留法不留头的恐吓政策 并以此作为 汉人究竟是向满人效忠 还是向满人挑战的标记 现在有人神出鬼没 专门剪法叫云 这就带有挑战大清帝国权威的意味 因为叫云让乾隆感受到似乎看人 要进行政治反抗了 他一面不断地扩大征查面 另一面又指示要低调进行 切勿挑起种族矛盾 叫云作者更引用大量的原始始料 在这本书当中 重现了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心理和文化性格 使读者能够从全面的角度 来检视叫云案所呈现的意义 好像《偵探小说》 《读叫云》这本书也让人想知道 哪个掀起叫云恐惧症的主谋 但是这本书就没有说出主谋 叫云似乎自始至终是一场集体 避害妄想症下的产物 那叫云一案 对科学昌明的今天又有什么意义呢? 的确,妖言在今天或者再难画中 但人们面对权力 面对未知的恐惧 就不会随着环境变化而消失 去年爆发的沙士疫潮 就是其中一个例子 首牵手做个读书人 对科学昌明 对科学昌明 每次都 Harris 心疯了